第一支来台湾访问的而且要表演的大陆民族艺术表演团体 云南省歌舞团在今天和国人见面 而这支美丽的队伍包括了云南省的13个民族 云南省歌舞团是第一支经由教育部核准通过来台的民族艺术表演团体 这个团体成立于1950年 是一个拥有舞蹈队、合唱队、民族乐队以及管弦乐队等综合性的艺文团体 长期以来这个团从云南各族人民的生活以及传统文化当中吸取精华 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数十出相当富有民族特色、逊丽多姿的歌舞节目 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云南瑶族的花库舞 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相当多的一个地区 因此云南歌舞团就有汉、亦、白、哈尼等13个民族的演员 充分展现出云南当地的特色 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太族的伊苏拉罕和他的先生汉尼族的钱东凡 所表演的古鱼双人舞 他们在台湾也将演出大型的民族舞剧《阿什玛》 另外一种风格也呈现在云南歌舞团身上 这是壮族所表演的草人舞 相当逗趣洗脑 云南歌舞团今天也特地表演了《阿什玛》当中的序曲《火点燃了》 这表示在太阳和月亮升起的地方是我们祖先的诞生地 太阳月亮的光芒照耀着各民族漫长的岁月 它波下的火映照着民间艺术的足迹 云南省布团将在台湾停留19天 届时全省各地都可以欣赏到他们的风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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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